眼睛是人体最辛苦的器官 除了夜晚休息 人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现代生活 几乎每个人都能体会过度用眼的不是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因为长时间使用手机和电脑而视力下降 甚至连一些自认为视力不错的人 也因用眼过度而视力退化 其实当视神经缺乏某些营养成分的时候 就会感到眼睛疲劳 视力模糊 干涩 未光或流泪 长期如此就会造成视力退化 今天介绍的这五种植物 能够改善眼部健康 减轻视力退化 有的已经使用了几百年 具有很好护眼功效 试试吧 就当是给心灵的窗户一份特别的礼物 第一种是枸杞 又叫枸杞子 是有名的护眼草本 早在四百年前的药典 本草纲目中就记载枸杞养肝明目 这种红色小浆果 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 叶黄素 铁和钙等维护 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 可以改善视力 滋润肝眼症 预防黄斑变性 和糖尿病导致的 视网膜病变 枸杞虽然好 很多人却用错了它 枸杞的护眼功效 依赖于玉米黄素 它在视网膜上积累 减少紫外线刺激 保护视神经 人体无法产生玉米黄素 而大部分食物中 玉米黄素含量很低 枸杞的玉米黄素很高 而且能被人体直接吸收 但是有人用枸杞泡水 煲汤或煮粥 其实这样很难 把枸杞的有益成分 充分释放出来 因为玉米黄素 是芝蓉性色素 不容于水 所以要想发挥 枸杞的护眼功效 必须要将有效成分 充分释放出来 第二种是菊花 菊花中含有大量的叶黄素 这是视网膜黄斑去的构造成分 叶黄素保护眼睛 不受光线损害 延缓眼睛老化 防止病变 但是人体无法自身 合成叶黄素 所以觉得眼睛疲劳 视力模糊 干涩 胃光 或眼睛水汪汪的时候 就需要补充叶黄素了 同样 叶黄素也是天然之溶性色素 仅仅泡水喝 还是一种低效浪费型的利用方式 不能把有效成分 充分释放出来 第三种是银杏 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已经存活了几亿年 人们很早就将银杏用于治疗 记忆相关的疾病 如老年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 其实 银杏提取物可以改善视网膜的血流量 增强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 保护整个眼内神经细胞 还可改善清光眼患者的视力 银杏类黄酮 能停止或缓解某些视网膜病变 大大减少老年人黄斑 变性和白内障的发生 所以 银杏也是一种很好的护眼草本 第四种是月菊 这是一种分布在北半球高海拔山地的野生灌木 果实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 以花色干为主 这种活性成分能够改善微循环 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 抑制自由基对毛细血管的损害 加速是紫红质的再生速率 改善视力和夜盲症 减轻目眩 提高暗示影 还可预防白内障 据说西方空军飞行员 通过实用月菊来提高夜间视力 更好地执行夜间飞行任务 也有研究表明 实用月菊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有抑制 甚至是逆转作用 在北欧 人们实用月菊已经有100多年了 有调节眼部疲劳的作用 并可以改善夜盲症 预防近视老花眼清光眼 在日本 月菊被誉为美瞳之果 而广受青年和女性的青睐 第五种是小米草 这是一种原产于欧洲的小型一年生草本植物 它的花朵具有微小的条纹 很像冲写的眼睛 在欧洲民间 小米草经常被用作洗眼液的成分 小米草富含B族维生素 硫暗素和和黄素 这对于眼部细胞的代谢至关重要 它还有丰富的心 锡和铜 有助于维护视网膜和晶体 而卢丁则为眼睛提供营养支持 小米草通常用于治疗眼部疾病 如结膜炎 眼睛疲劳和眼睛刺激 此外 还可以帮助缓解眼睛流泪 鼻黏膜炎 鼻痘炎 这五种植物虽然对预防眼部疾病改善视力很好 可是如果再用煮水泡茶的方式 显然是不能保证效果的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影响到功效的发挥 包括用量 泡制方法 还有原料的质量 如果体会不到效果 就难以天长日久的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 现在已经有加工好的天然提取物可供人们使用了 这些采用现代提取工艺加工生产 对所含成分进行检测监控的胶囊或液体 避免了过量或摄入不足的忧虑 最大化的发挥它们的功效 更可喜的是 有些产品甚至将几种有互补促进作用的植物组合在一起 例如银杏、月菊、小米草复合物 这对于想改善势力的人来说 每天只需要一粒 大自然的精华就为己所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复合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